韋明 這一個蠻龐大的趨勢 顯然金融市場都在反映習近平帶來的 政治跟經濟風險 確實我們從人民幣的走勢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外資正在逃出中國 而且這一波的股市下修 根本叫做所謂的習近平大屠殺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二十大開完以後 我們看到昨天香港股市 一天直接中錯6.5% 而且在中國在美國的科技股 也是直接散崩 甚至一開盤直接跌20% 所以很多的分析師都已經認為 中國的股票是完全不能投資的等級 那現在的狀況 甚至比2008年金融還要更悲觀 這代表是投資人正在用錢 正在用鈔票投票 而且真正憂慮的 就是習近平全面掌權以後 帶來的經濟後果 那我們直接來看股價 阿里巴巴在今年以來 已經跌了47.54% 騰訊也是直接腰斬大跌55% 百度也是將近折了46% 那麼京東的股價也是跌了46% 拼多多只跌了20% 但還是很深 那麼愛奇藝的股價一樣直接腰斬 最慘的是未來汽車直接打三折 下跌超過70% 所以在整個中國的 這些中概股大殺特殺的情況之下 中國富豪的財富 一天直接蒸發掉2900億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的 像是阿里巴巴 京東還有百度 這三檔股票都已經創下了 在港上市以來的歷史新低 那麼因為這些股票大跌 所以導致了像是騰訊 馬化騰的身家直接縮水 那中國首富中山傘也是縮水了21億美元 那除此之外 為了要保住習近平的面子 所以我們知道香港是他們所採行的匯率制度 是所謂的聯繫匯率制度 當今天港幣有貶值的壓力的時候 香港的金管局就必須要進場去買進港元拋出美元 所以今年以來已經進場39次 那灑出去9800億的新台幣 那其實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港幣依然保持一個相對比較弱勢的狀況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忽然在他們的國家統計群 我們上個禮拜說 他們無條件 他們毫無預警的說 我們要延後公佈數據 在二十大結束以後 突然公佈了他們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 雖然這個數字是比原先預期的還要來的高一點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可以說延後就延後 是不是數據也能說修改就修改 是沒有信用的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了習近平在第三次連任以後 在他們二十大期間提出了一個新名詞 叫做規範財富累積制 那其實白話來講就是共同富裕的翻版啦 那也代表習近平有意願 有想要把手伸進去有錢人的錢袋子裡面 那麼其實他就可能複製當年打土豪分田地 所有在中國有錢的都要被打 對 那可能不只中國富豪 比方說台商富豪外資富豪 零零種種的個人跟企業法人 可能都是標的 只要在中國境內 你有錢 你就是標的 因為你在中國裡面的財富 就是要被規範 所以這個財富累積的方式改變 你就是兩條路嘛 你要是要嘛就是回去吃以前的大鍋飯 要不然就是 只是從這些有錢的人 換到另一批有錢的人手上而已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這波的房地產 他們公佈出來的數據 已經連續13個月下跌 那最主要的問題 還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的 投資人沒有信心啊 有73%的家庭認為 未來一段時間的房地產價格要嘛不變 要嘛下跌 那到底誰要在這個時候來當接盤俠 所以中國的爛尾樓一直增加的情況之下 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年輕人不願意結婚 我整天被關在家裡面 我整天被搞核酸 我哪有心情去結婚 那我不結婚我自然不想要買房 那麼這些爛尾樓在中國 甚至會有一天出現那種30幾層樓的大樓 一天要爆破十幾棟 所以這樣子爛尾樓的情況 對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 帶來的壓力仍然非常大 除了公佈GDP以外 其實國家統計局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也公佈了 他們9月份的失業率 青年失業率居然高達17.9% 代表有5個年輕人就將近有一個失業 那除此之外 他們的整體的城鎮失業率也已經 比上個月上升了0.2個百分點 來到了5.5% 所以中國的就業市場 在整個風控的狀況之下 依然非常的嚴峻 那麼在整個習近平三連霸以後 原本淪為鬼城的一個叫做 河北雄安新區 他就有機會大復活 因為在原本第二任 習近平連任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說這個叫做千年大忌 這個叫做國家大事 可是在後面這麼多 像是美中貿易戰 COVID-19 然後還有他們房地產的低迷的狀況之下 這一個千年大忌就變成千年爛尾樓 雖然他們中國政府在這邊允諾說 未來會持續穩招穩打發展 可是中國的網民 還有一般的民眾對此 是顯然非常的不買單 那我們再把目光放來歐洲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德國總理肖茲 他直接表示 他將會在11月初的時候 帶一個商業代表團去訪問中國 那麼其實德國自己內部的政府 對於要不要跟北京打交道 是存在非常多爭議的 因為德國非常 跟中國的經濟其實是非常有關聯的 所以其實肖茲他在這邊也表示 他不想要脫鉤中國 但其實這些都不是重點 你去訪問就去訪問 最大的爭議點是來自於 他在出訪前夕 肖茲居然批准了 要把德國的漢堡港賣給中資 就是賣給所謂的中原海控 那這件事情其實德國的 他們內部的部會是不同意的 歐盟自己也不同意 但是肖茲在出訪中國之前 居然做了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引發了德國內部的爭議 那除此之外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前一陣子歐盟才剛開完了所謂的 領導人峰會 那這領導人峰會 他們已經呼籲了 採取了一個共識 就是要對中國採取一致的立場 而且要降低對於中國的經濟依賴 結果德國總理肖茲才剛開完這個會 後面就馬上說我要去訪問中國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會被歐盟質疑嘛 那麼其實歐盟在這邊的定調就是 中國已經構成威脅 但是他們會避免尋求直接的衝突 避免去陷入系統性對抗的思維 好我們稍後回來